那为什么有的人肌肉老化的就慢 减少的就慢 有的人减少的就快呢 这就是涉及到肌少症它的原因了 那么肌少症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年龄 性别 还有饮食情况 营养状况 还有生活的环境 或者其他这种疾病状态 这方面都能够综合地去影响 一个人的肌肉减少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一般情况下来说 年龄影响是最大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肌肉它的功能是逐渐逐渐下降的 还有就是性别的影响 平时我们都认为 你看这个老头要比老太的身体好 是不是这样认为 其实不是这样 大家仔细观察 老太的惊活 不仅是他生命上惊活 你仔细观察 其实在这个六岁之前 那我们在大吉祥看 都是前面一个男的 后面一个女的使得嘴 对吧 男的在前面走得快 而到六岁之后 我们是不是在公园经常看 一个老太太领着老头来走 推着 然后推着那就是更严重 一般都是领着的 老太太在前面走 老头这个身体状况更不上 也就是说男性 男性的肌肉呢 她的这个衰退的更快 她的这个肌尔症的发生率更高 所以说以上这些因素 它都影响综合性的 很多老年人因为怕有三高 做菜不但注意什么少油少圆 这些都控制得挺好 几乎都是青州小菜为主 像什么蛋白质啊 这类的摄入就明显不足 但这种自律对于肌肉来说 不是好事 直播室里面有个叫大鹰子的 他就说啊 他爸爸有这个糖尿病和高血脂 退休之后一直特别的养生 平时呢就以这个粗粮和蔬菜为主 少油少肉坚持了两年 将近一米八的大个 然后原来的体重是200斤 现在呢是掉到了140斤 这个旁边的邻居啊 还以它为榜样 但是这么个吃法 是不是有这个肌少症的风险呢 嗯 说得非常对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肌肉系统啊 特别刚才说的这个骨骼肌 它的功能维持是需要大量的蛋白质 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粗茶大饭呢 粥啊 咸菜啊 这里边它其实含有的蛋白质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呢 这种饮食是容易引起这个肌肉萎缩 肌肉功能不好的 养生容易从一个误区走到另一个误区 所以我们在养生的时候 要注意协调搭配合你的蛋白质 该怎么吃 要不要吃 这是一个问题 生命状态的功能 其实都是需要蛋白质维持的 那么今天我们说的骨骼肌 它的主要的能量 其实就是蛋白质 所以说呢我们一般建议吧 就是每公斤体重 应该摄入1到1.5颗的蛋白质每天 所以说只有达到这个量的时候 这个肌肉功能才会好一些 特别是这个优质蛋白 我们平时所说的优质蛋白 就是指这个动物性食物来源的蛋白质 以及这个豆制品 那么对于这个老年而言呢 我更建议用这个动物性食物 因为豆制品来源的蛋白质 在老年体内是不有利息收的 所以说呢如果说蛋白质摄入的不足 它就会引起像不仅仅骨骼肌的功能下降 它还会引起其他的相关疾病 因为肌肉这个不光是吃出来的 还会是靠运动维持练出